眼前这个虎脚蛮缠的女人 像不像你那个不讲道理的女朋友 我告诉你 这把刀是由万年吃铁 费了九九八十一天的功夫 才演练出来的天下第一菜刀 你说你赔得起吗 可是照你这么说 如果真是把宝刀的话 她 她不会看缺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在骗你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女人 正是石神居的女石神刘依依 她之所以这样虎脚蛮缠 是因为她对烟藏风一见钟情 所以故意借题发挥 必要与烟藏风产生交集 然而她受到万马宝宝主的邀请 一定要按时赴约不能迟到 因此在史大娘的提醒下 只好演其息骨前往的万马宝 这个万马宝宝主万吴云 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乃是赫赫有名的达虎武松转世 武功高强野心勃勃 不甘心屈居于人下 她请来了裴家宝的裴宝主 必要联合裴家宝的力量 一同对抗如日中天的至尊萌 为了好好招待裴宝主 万吴云特意请来了刘依依 而刘依依也没有让万吴云失望 直接用出了她的招牌技能 无数的石材飞向半空 在空中组成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不禁让两大宝主大开眼界 刘依依依女时辰的称号名不虚传 在她精准的指导下 配菜侍依将各种食材和调料 在最适合的时机放入锅中 在配合适宜的火后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出锅 端到了两大宝主的餐桌上 两大宝主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可却没想到刘依依的厨艺如此厉害 竟然单瓶香气就让他们口水直流 裴家宝的裴宝主率先尝了一口 立刻沉浸在了美味之中 这排骨不油不腻 甘甜酥脆 美味在口中瞬间散开 带着花香直冲脑门 这简直是天下极品啊 嗯 我仿佛还闻到火的味道 多一分则太焦 少一分则太嫩 刘依依出神入化的厨艺 轻松征服了两大宝主的味蕾 让两大宝主赞不绝口 万无云也趁着这个时机 说出他暗中联合了七派十二门 准备一同对付至尊盟主关玉天 如今再加上裴家宝的相助 相信拿下关玉天不成问题 裴宝主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想到了一个对付关玉天的绝佳办法 他让人将刘依依给带上来 准备派刘依依去至尊盟 让他给关玉天做菜 趁机下毒毒死关玉天 谁知裴宝主的话还没有出口 就被刘依依出言拒绝 这种高傲和不耐烦的态度 顿时让裴宝主勃然大怒 一个男人出现英雄救美 轻松接住了裴宝主的金箔 紧接着男人轻烈一笑 将金箔给扔了回去 竟是一击秒杀了裴宝主 让一旁的万无云心中一惊 你是关玉天的徒弟 人千行吧 好眼力 可惜不偿命 你们密谋害我师父的事 我师父已经知道了 恶命派我来送你们上西天 好 我要看看官女天道 交出什么样的好徒弟 万无云出手攻向了任千行 可他的武功属实拉垮 根本不是任千行的对手 被任千行几招给打倒在地 幸好刘依依及时拦住了任千行 替万无云出言求情 万无云这才勉强留得一命 头也不回地逃出了万家宝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救了你 至少该说声谢谢吧 我让你救过我吗 你就算救我 也不用杀人吧 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冷血啊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这是本剧最有意思的地方 刘依依对燕藏风一见钟情 任千行也对刘依依一见钟情 这就注定了三人之间会有数不清的爱恨纠葛 时间来到半天后 任千行完成任务回到了至尊盟 见到了至尊盟盟主关玉天 关玉天对任千行的表现非常满意 赏赐了大量的宝物给他 为时闭关已久 我要挡念三天 这是就由你来办吧 任千行接到关玉天的任务后 便带人来到了石神居 找到了他的心上人刘依 说出了关玉天要大摆沿袭 希望石神居能够配合一些 做出能够让关玉天满意的美食 很快一天的时间过去 关玉天来到了石神居所在的盘龙城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参见王主 五言至尊 众将退下 是 参见王主 五言至尊 公主 至尊盟又是司马天 出言替关玉天介绍了起来 表示这些都是关外来的舞技 各个貌美如花身材曼妙 刻意来为关玉天跳舞助兴 让关玉天十分的满意 他一边吃着石神居做的美食 一边欣赏着关外舞技的舞蹈 当真是无比的惬意和舒适 难怪人人都想成为大势力的首领 可令关玉天没有想到的是 远处突然飞来了一个大风筝 风筝上还在着一个女人 女人杀气腾腾 显然来者不善 有四个 攻剑手 好帅